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人生气地说 没看到我在砌墙 第二个人说 我们在盖一栋高楼 第三个人说 我们在建造城市 若干年过去第一个人还是工人 第二个人变成了建造师 第三个人成了老板 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假 但他完美地说出了格局是什么 以及格局的重要性 想要成大事者需要有大格局 一 格局小的人见不得他人好 有一年 曾国藩想吊刘涵的手下 程志轩到幕府工作 刘涵心里不高兴 我这做上次的都还没生 他倒生了 于是 刘涵对曾国藩说 程志轩可是文武双全的人才 他自写的特别棒 你看他的手都变形了 那是小时候念书笨 脑子并不是多好使 让先生打出来的 谈戏武功 刘涵又说 程志轩个子不高 但伸手不凡 前些天 南京 丞相站 被敌人堵在了一个院子里 志轩愣是拔地而起 窜墙逃出来了 十几个敌人都没追上他 比赛逃跑 肯定拿第一 听到刘涵这番阴阳怪气的话 怎过翻发火了 从小爱先生打 文不行 打起仗来逃得快 武也不行 有什么用 你刘涵有这样的下属 难道就没失职的地方 你先给我自降一期再说 林志也在《寻度于书》中说 这世上两个人条件越是接近 越容易产生妒忌心理 商人妒忌发际的同行 官员寄予他人的顶带 文人比喻当红的福童 男演员们眼红 仍然升起的小白脸 总之 财富与知识的积累 无助于人类 一消心中妒忌的快累 人们永远带着自己的同类 向死掐 见不得人好 不仅是一种人性之恶 也是一个男人格局不大的表现 见得别人好的男人 因为能够善待别人 调整自己 所以能与他人形成正循环 吸收到别人的优点 从而让自己的格局实现跃迁 而见不得别人好的男人 自动切断了与他人沟通的渠道 不能与他人形成正循环 内部只有嫉妒 恨等负能量的东西 自我循环 所以只能让自己的格局越来越小 于是我们会看到 格局大的男人会越来越优秀 格局小的男人则会越来越平庸 二 贪小便宜者往往吃大亏 教育家徐特利说 世界上没有便宜的事情 谁想占便宜谁就会吃亏 是否喜欢占便宜是衡量一个男人格局大小的重要尺度 格局大的男人懂得靠小便宜发不了家 成不了气候的道理 他们有一种不为一时之力争高下 不为眼前小事论短长的气量 而格局小的男人 视野狭窄 只能看到眼前的迎头小利 他们欠便宜就占 有油水就占 殊不知往往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最终倒霉的还是自己 有一年 在阿里巴巴内部展开的中秋抢月饼活动中 四名程序员修改脚本 埋着公司多刷了124盒月饼 被公司无情开除 这就是小格局者的下场 为了值不了多少钱的月饼 不仅丢失了自己的人品和原则 也丢掉了多年的奋斗 落得鸡飞蛋打 坠毁莫及 前不久 一位朋友告诉我 他单位发生了一件事 觉得挺搞笑的 朋友的公司和云南的一家企业 要谈一个大项目 困难很大 老板知道马坤与这家企业的关系好 想派他去 可马坤却觉得难度太大 便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老板只好改派沈玉去 沈玉不负众望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项目谈成了 这时马坤却说道 要不是我前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沈玉也不可能谈得下来 虽然我没去 但却给对方的负责人打了无数个电话 把嘴皮子都磨破了 这件事我没有功劳 从有苦劳吧 这个客户的项目 总得有我一份吧 老板听了 生气地说 想要项目自己去谈 遇到困难往后退 看到好处又抢着向前 公司要都是你这样的员工 还怎么发展 马坤被老板训得灰头土脸 不少同事都暗暗地看笑话 觉得他做得确实过分了 责任会放大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格局 格局小的男人缺乏责任担当 他们任务来临往后躲 有便宜可占就往前冲 结果不仅会失去人缘 还会失去未来 有人说 人生好比是一个池子 而你的格局决定了这个池子 有多深有多大 格局小的男人再怎么折腾 也终究不会翻出太大的水滑 柳传志说 人生在世注定要受许多委屈 一个人越是成功 所遭受的委屈也就越多 而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 就看他能承受多大的委屈 和对待委屈的态度 深以为然 格局小的男人有玻璃心 他们受点委屈就牢骚满腹 甚至情绪失控 撂挑子不干 这样的人注定成不了大事 而格局大的男人看得远 不计较一时的得失 他们把委屈作为对自己的魔力 把委屈转化成 是能继续前行 这样的男人才能成大器 走得远 在眼角与口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话剧滑遍开眼前 原定出演主角的格林沃的人员 突然失声 于是导演临时抓来了 一只眼配角的吴刚作为提补 超快的剧情设计 大端拗口的台词内容 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 可以说该剧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麻烦 而给吴刚的准备时间却仅仅只有三天 在之后的几天内 吴刚信呼 不眠 不休 被台词 练走位 忙彩排 并最终顺利通过了彩排 然而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 他却突然被告知 之前失声的前辈演员已经康复出院 眼下可以上台演出了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换来的却是空欢喜一场 当有人替他名不平时 吴刚却说就当这是一场锻炼吧 只要肯努力 我一定会演上主角的 第二天 他换上了配角马瑞克的衣裳 像从前一样站在舞台之上 完成了整场演出 存着一肚子的不甘心 吴刚继续一路奋斗 步履不停 终于在2006年 完成了自己当主角的心愿 那一年 吴刚凭此拿下了话剧界的最高奖项 金师奖 站在领奖台上 他动情地说 这人啊 还是不能着急 只要你把自己准备好了 一切都会有结果的 杨将先生曾说 一个人经过不同的程度的锤炼 就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 倒得越碎 抹得越细 香得越浓烈 吴刚的经历 为这句话做了生动的助讲 有格局的人 往往经得起生活的千锤百炼 正是因为他懂得吞下委屈 为大格局演技不断精进 所以才有了他后来 在潜伏人民的名义 铁人中对角色精彩的演绎 吞下了委屈 揉碎了委屈 新生出来的是你的格局 受不得委屈 成不得大事 一个男人做人处事 往往应在格局大 输在格局小 四 拥有怎样的格局 就拥有怎样的命运 什么是格局 有一句谚语说的特别形象 再大的烙饼 也大不过烙他的锅 一个人希望的未来 就像是这张大饼一样 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 完全取决于烙他的那口锅 这也就是格局 决定一个男人人生上限的 不是能力 不是金钱 而是做人做事的格局 能力决定你能得到什么 而格局就会决定你 最终能走多远 能力有限尚能比 格局不够 事难成 一个男人可以暂时没钱 但不能没有格局 没钱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挣 但没了格局 就会失去人脉和人生的很多机会 包括挣闲的机会 阿里巴巴的投资人孙正义曾说过 人生短暂 但我们的格局不能小 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大格局是一种智慧 一种境界 一种财富 一个男人拥有大格局 才能站得高 看得远 才能活出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